借不到超商廁所 男子剉賽抹電源 新北市45歲貨車司機翟森森森 可不是在搶超商 而是在進行臭氣沖天的大便攻擊 甚至還抹在倒霉的靈性電源臉上 去年11月24號晚上 蛤 忽然鬧肚子 跑進便利超商解廁所 正在十萬火急時 廁所門竟然是上鎖的 他大哥氣得找店員大罵 說完他竟然從褲底逃出大便 就這樣抹啊抹啊 看得立民顧客和店員全傻了眼 一屁股大便的他 決定直接使出大絕招 立民顧客看不下去 仗義直言 可憐的店員只能乖乖地插著臉 請客人幫忙報警 抹糞的司機到案後 表示後悔 店員身心受創 當天就向超商辭職 還必須接受心理醫師治療 決定提告 律師指出司機恐出犯 加重公然侮辱罪 得面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動新聞好貴的一坨屎啊 報導